我在山上 我也很住在那個 那個我不知道你們那天有沒有看到那個 就是 818對面不是有家全家啊 你們如果想知道我家在哪裡的話 就是那個全家 然後你這樣子 站在那個全家 然後這樣抬頭仰望 看到最上面那一棟 最上面那一棟 就是我家 我以前要爬 爬過爬超久才到家裡 拜託我才不要回那裡了 累死了 而且我有時候就是課就直接是在圖書館那邊的課 那我根本還要再走回去 就是連續幾堂都在這附近 我還要再爬回家 超遠 我跟你講 我回家就要十幾分鐘 而且回家就是不想出來了 面對像我們右邊那條 不是 蛤 那個路線很難講耶 因為他很蜿蜒 他的入口通常跟你家是有一段距離 就是他通常不是直線上去 他通常都是這樣子彎來彎去 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你們解釋 但是他就是要這樣子彎來彎去 阿發你現在坐在坪地還是山上 我現在在坪地 我現在在坪地 我現在在我家 我家 那是我以前一個人的宿舍 要是我會不會想出門 對吧 然後你出門 然後你又要再撐著那個傘 然後冷得要死 然後那個十字路口 你們昨天有感受到翔鋒街那個 那個十字路口風有多大嗎 翔鋒下門那個風真的是麻吉大 然後我以前就是在那邊 然後傘全部會壞掉 我閃壞掉都是從那邊壞掉的 然後我就超不想出門 我只要出門就很痛苦 我冬天就進入一個冬眠模式 翔鋒次數直接爆炸得多 你知道嗎 一到冬天就開始狂翔鋒 就不想出門 冷死了 去過週完全可以理解 誰想出門上課啊 除非在深刻運的課 任何人社運的課 完全不想走過去 而且 那個 那個我們學校有一棟叫海市大樓 海市大樓就是最舊 我們學校整棟裡面 應該說整個校區裡面 最老最古老的一棟建築物 就是算是創始吧 然後那邊有校史博物館 然後 總之海市就是 也有很多教室 可是好像都在四樓五樓六樓 然後你要去那邊上課的話 有一個捷徑 就是 如果我要爬樓梯的話 我還要再多繞一段路 所以我通常都會直接就是 選擇一個最近的捷徑 可是那段捷徑叫做 你要爬好漢坡 好漢坡上去直接四樓 但這件事情就是一件非常明顯的事情 就是我從身上下來之後 然後我走了平地 只是過了個馬路 然後我又開始爬坡 所以妳看這段路 都是這樣 你看這段路 還在這段路 不要 不要想 我們冷不是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不耐冷 是因為我們系要穿短褲加拖鞋上學 這個真的是很冷 你知道嗎 穿短褲加拖鞋是真的很痛苦 真的知道小腿機怎麼來的人 你知道我在那邊的運動量真的很大 然後我還去上重訓課 我真的是覺得我還蠻有毛病的 而且我覺得以前很好笑是 就是體育課分好幾個地方上 就是你們那天去的是娛樂館 然後還有另外一棟叫體育館 然後還有一棟叫學生活動 所以我跟你講那三棟全部都有體育課 然後我原本就是我大一進去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我就我是要去哪一棟 短褲我不行 短褲真的很讚 不能套子長褲到那邊在拖嗎 你要想下雨天 短短咩 昨天外面就有人在問羽毛球場在哪裡 羽毛球場在體育館的樓上 是說你們雷球場這麼靠海邊 球不會下海嗎 會跑到海堤 會跑到海堤一邊 就是那個海堤都會有那個樓梯 然後都會到樓梯那邊撿 然後那邊的紅土沒有一天是乾的 那個紅土永遠都是濕的 然後我突然想彈腿 就是那邊的紅土永遠都是濕的 所以我們通常不太去紅土那邊打 因為那紅土通常也沒整過 就是通常是校隊在用 然後也是鎖著 要借鑰匙也很麻煩 所以我們平常都是在那個大操場 就是在那個人工草皮那個球場打 比賽也是在那邊 可是我在那邊疊死過 超好笑的 就是因為那個草很滑 那個草一下雨 因為它不是真的草皮 它是人工草皮 這就是塑膏這樣 然後你如果在那邊跑過的話 就會跌倒 然後我就跌倒過 欸不是只有我跌倒 很多人跌倒過喔 足球場 對啊就是那個足球場 那個叫人工草皮 那個我們操場 可是在那邊打雷球 就是差不多5點6點就會被趕 我們就喔又要被趕了 海大有棒球場嗎 有啊在海邊 真的在海邊 在對面喔 要過那個大馬路過去 對面海邊那邊 然後走好長一段路 走到快要到正邊雨港那邊才是 那邊還有沙灘排球場喔 那個我們之前有搬過那個 海大羅馬經濟生死鬥 就是他那邊犯的 我還坐在那邊看 羅馬經濟生死鬥 人死了 然後還 然後按一摸你知道嗎 那邊也沒什麼燈 就是借那個 紅土場的大燈這樣打下去 讚喔超遠的 羅馬經濟生死鬥 哇喔 居心你們的寶特瓶 為什麼在那裡 因為只有那裡有場地啊 因為人工草皮容易跌倒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學生會搬在一個 這麼暗迷模的地方 我有點不太懂 那裡蟲超多 超討厭 聖誕的寶特瓶感覺有點 不行喔 感覺有點太 太小一個了 沒有什麼攻擊力 在寒風中活下就是勝者 以前我們球隊是在去養殖場的那個 有一個地下道 我們以前在那邊打網 然後 後來因為地下道好像容易淹水 所以被封起來 說要改建 但是直到畢業他都還沒改建好 在體育館旁邊而已 然後 後來我們打網 全部都改去那個 就改去紅土場旁邊的空地 簡單來說是大馬路 沒有什麼車會經過大馬路 簡單來說就是一條大馬路 我們就在大馬路上打網 讚啦 可以用殺攻擊對方 不行 拜託直接丟下海味魚 海拋囉 海拋囉 我原本很猶豫說要不要講 自己母校是那間 但我後來想想 喔也沒差 反正我現在也不會去那裡 因為我現在根本也沒去幾次 我畢業到現在半年 我一次都沒去過 啊有有去一次的領畢業證書 游離一次畢業證書就這樣 海拋 在馬路上打網 是很奢侈的經歷 你們生日的人 是不是直接丟海裡啊 博士 並不是 欸那個海水是真的 海 就是很真實的海水 因為你刷剛 刷都起來之後 那個腳上都是一言八 你知道嗎 阿不然昨天進場怎麼再說 彪莫收自己的畢業證書 對啊好可怕喔 這樣回去搞得好像我眼閉了一樣 不要把我的畢業證書收回去 因為我現在跟高雄那間是同一間 不同間啊 不同間 我不知道高雄有一間 高雄有一間什麼 科大嗎 我記得昨天好像有人來我IG留言寫說 什麼海洋科大榮譽校友 我看到超生氣的 我跟你們說 我們學校超在意這件事情 不要再說我們是海洋科大 我們不是 不一樣 不一樣 海大也沒有貓考啊 雖然我們的系很好考啦 別的系不好考啦 我們系很好考 我們系學店 不要跟海大說我們是海科大 不一樣 很遠 一家在淡水 海科大在淡水 中原無息 生氣 哈囉 超遠好不好 色子島 我原來在色子島 超遠的 不一樣 我們學校也沒有很好考好不好 怎麼海科大 幹什麼人家在分享 BOSS 欸不行 針對於我們學校 喔我母校 針對於我母校 要跟隔壁海市合併成海大附中 這一點我也是有點 好就這樣吧 好就這樣吧 我們系好像到我這一屆之後 就是我下一屆 然後大吊下去這樣 沒想到旁邊竟然變海大附中 我超傻眼的耶 剛剛搞錯校本部了 趁走喔 很多學校都這樣餅 我是覺得抹湯啊 阿潘學霸阿潘不是學霸 不是不是我學渣我學渣 我只考了學渣 我只是考不上匪夷的學渣 還是賺到耶 對啊賺到了 畢竟反正都畢業想想算 對啊算啦 沒關係啊 反正我同學還在裡面啊 我以後都想說 欸你們是海大 你們是海大附中的研究生是吧 海大附中的 嗯 我也考不上北一 不是那個北一 我覺得考不上北一啦 怎麼樣 我母校也病了 真假啊 怎麼一堆學校在病 不過以前可以考上精美 好喔 好喔 阿潘是假熊霸 不是學霸 也不是假熊霸 吃麵包超人 誰跟你假熊霸 阿潘本來想知道北一什麼 高齡 有一個戲 你叫什麼啊 有點久以前了 好久以前的事情喔 嗯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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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不上 北一分數真的蠻高的 而且我高中直接沒有繁星可以用 因為我高中就是 就是 混 哈哈 一個字 混 我這個分數蠻 分數蠻高的 而且那時候好像是新創的戲 我看他只考錄取分數 我看他只考錄取分數 我後來好像也沒有填這個 錄取分數 他還要算加全好麻煩喔 好麻煩喔 我不想算 3 4 5 6.25 6.25 6.3 我大概算一下 我也忘記我當初考多少 誰會記得這種事情 記得這個要幹嘛 啊 喔 對我真的考不上 對不起 他平均一顆要70.3 對不起我真的考不上 我真的考不上 對啊長照的那種 對啊是長照的 那時候就是想說要大家長照這一 這一股蜂巢 也不是啦 就是 有一半也是覺得說 自己以後一定應用的到 就想說 這個戲感覺超有未來的 然後想要去讀這個戲這樣 然後 畢竟在 就是 而且看他們的課表 也都是修一些我蠻有興趣的課 所以原本想抱那邊啦 但是 就是 嗯對 卡不上啦 對不起 真的 真的 很高峰的課不行 哈哈 加拳錢 我剛剛除了加拳 我剛剛看 就是 總分處於6.25這樣 OMG 真低可怕 那個一顆70.3 那個差不多就是 已經是 那個台新叫的地方 那個我上不去 不好意思 我這國力後段班來 對不起 我同學也都沒有上那裡了 我高中就不是那麼厲害 所以我先不要 好 以前也說深科跟光電很熱門 大家後來發現讀深科真的會苛刻啊 喔我分數好像是 我們學校好像可以上實科跟深科 好像都可以上 可是 因為那時候就是 我是跟學校老師有討論志願 就是我跟高中老師討論志願 然後討論了一下就是發現 就是 養殖的 養殖的歷史比較悠久 然後加上就是 這間學校本身 該怎麼講 就是海大的優勢就是養殖 真的它的優勢就在這邊 那我覺得就是讀這間學校的優勢科 然後加上說就是讀深科會有一點大災問的感覺 就是你以後出去要就是要做什麼工作都會卡到 可能十科會搶走你的工作 可能養殖也會搶走你的工作 可能很多很多戲 像森林系可能也會搶到你的工作 所以你讀一個深科的話 可能就是 你以後還是得再去讀一個 不同科系的數班 不然就是你真的就是往學術方面發展 然後當教授什麼 但那就不是 我就覺得這樣子有點 就是有點局限住我的出路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讀個養殖吧 然後我就 因為我看養殖跟那個實科下來 就是 以它的課表去做評估 就是看我比較想修怎樣的課 所以我就去填養殖 但我還真的不知道養殖進去之後要刷缸這個 我說我真的是不知道 耶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刷缸 只好當偶像了 這真的是意外 這條路直接是意外 你們應該聽得出來 我當時做了很多分析 但這條路真的是意外 做在這裡直播真的是一個意外 一顆70.3跟十餐殖的錄取分數差超多 差超多 不是我在想真的差很多 我跟你說 我進我的戲還是前段班進去的喔 我這個很低的分數進去還是前段班喔 我記得我們錄取分數好像連60都不到 好像平均不用到60 但我好像60幾吧 時代久遠 阿潘喜歡吃鹹湯圓嗎 我中午就吃鹹湯圓喔 好吃 好吃 果然學霸 博士學霸 博士學霸 你聽中心森林系嗎 你怎麼知道米酒 你怎麼知道 你是不是偷看分數 雙缸是做什麼 刷魚缸 穿著拖鞋 然後 整穿短褲 因為長褲你會弄實 所以整穿短褲 然後就 拿一個超大的那種外面 人家裝燈泡在拿那種超級大的那個 鋁製的那個超大的樓梯 然後你就把那個樓梯放進魚缸裡面 我們的魚缸差不多是 我不知道那幾米深欸 但是 基本上那個水放起來差不多是兩個阿潘高 所以應該是差不多三米吧 差不多三米高 我平常刷的魚缸差不多三米高 然後就是要拿那個樓梯 然後架進去 然後往裡面爬 然後把水放低 然後放低 然後放低差不多也是 淹到我的小腿肚左右的那個高度 阿我小腿肚大概多高 我不知道啦 我腿短 然後差不多是那個高度 然後拿一個菜瓜布在那邊刷 沒有清潔劑 不可以用清潔劑 魚會死翹翹 你就只能拿菜瓜布 很一般那種雜塊二雜塊那種超便宜的 最好是一兩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個那種 就是消耗品 沒差 然後就沾那個魚缸裡面的海水 然後這樣開始刷 刷那個牆壁 那刷完之後呢 把那個菜瓜布放到腳底下 然後用腳 然後用腳材子 開始嚕 開始嚕地板 我想起來阿潘 期待一下我的聖誕卡片吧 我今天寄了 好的 我會期待的 中心森林的話 我認識蠻多人的 我後來也有認識一些中心森林的 因為打 因為打球的關係 以前呢還沒進來這個團之前 然後就是 有跟一些學校打過比賽 然後後來就被加FB阿什麼 然後我就嚇到 你知道嗎 什麼 中心昆蟲吧 什麼 反正蠻多的啦 最有印象應該是中心昆蟲 就突然有一對人加我FB 然後我就問我同學說 怎麼辦現在是怎樣 然後學長就想說 哇 學妹很夯了 我就不要 我這樣不加是不是很沒禮貌 但後來我也沒有FB了 yes 安全化解這個危機 很懷念耶 昆蟲沾加魚兒 沒有地板刷可以用 不可以用那個 那個鋼就會壞掉 ダメ 不可以用那種 有刷毛那種 那種 那種鋼就會壞掉 如果長青的話應該不會太難刷啦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一跟禮拜五都要刷缸 然後禮拜三也要刷缸 所以我們基本上每兩天刷一次 所以當然不會多難清 但是如果像那種 像那種 就是不能刷缸 它是魚苗 像是 像是小丑魚 剛開始敷的話 那個缸就絕對不能刷啊 但是小朋友你如果刷的話 他會先嚇死好不好 他會先嚇死 然後像有一些要養澡水的 就是他需要很多 他需要很多 澡 才有辦法有那個隱蔽性 加上他還沒有辦法開口 就是 蛤好 專業話題就是 魚還沒 還沒到開口期 他還沒有辦法吃生物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是吃一些微生物 就像這樣子喝水 就是微微開口就可以喝水 就可以吃到的東西 或者是用腮去過濾這些養分的時候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還不能餵食 他就是靠那個海草 他就是靠那個海草在微生 靠那些棗類在微生 那這個時候那個棗你就不可以刷掉 你就要讓那個鋼充滿了海藻 然後 等到他 魚長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可以把它移去一般的鋼子 就乾淨的鋼子裡面繼續養 然後餵不同的食物 這個時候你要去刷那個海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人生很難了 我跟你講那個超難刷 刷那個的時候還有一個同學 因為他說他要去打比賽 然後他就先走到 我們後來發現他沒有打比賽 他只是想逃工作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刷得很辛苦 然後我是組長我還刷超久 我還刷超久 氣死我了 替西郎 不刷剛剛就是找淚養植西了 你可以說你要跳公演先走了 那時候還沒啊 同學叛徒啦 真的 他也不小心開到水閥啊 我還記得喔 這個我真的可以自己一輩子 那時候還浮黑雕 黑雕吧 應該是黑雕 那時候還浮黑雕 然後他也是魚苗的時候 超小喔 你們知道那魚苗到底多想玩 就是你要放到顯微鏡底下你才看得到 他比布拉起還要小超級無敵多 差不多是 二十分之一吧 真的你往 就是拿手電筒這樣子 往水裡面看 你只會看到一個 超小 就是感覺差不多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超級無敵小的插布雪 透明的 然後你只看得到 就是一條 會閃閃發光的東西 很透明 然後在那邊游 而且他油還不是真的可以認真這樣子扭動的那種油法 他只能這樣子噴射一下 然後再噴射一下這樣 然後 然後 那時候的魚 還不可以開水法 就是那個水都是我們先蓄好的 因為你要先 就是要先曝氣 就是先給太陽照幾天 然後把那個綠 就是CL 那個 那個綠 那個綠 對把那個綠全部都去掉之後 曝氣 然後把那個綠去掉之後 才可以養那個魚苗 然後養那個魚苗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你就是只能餵食 然後不能刷缸 也不能開水法 然後那個布連整天都要蓋著 下雨的時候 還要再另外蓋塑膠布 不然它會被雨水打死 那個水滴太大 它會被打死 然後 像那個開水也是因為 就是開水是因為它那個水 就是 裡面有很多毒素 它還不能夠承受 然後就像我們 就是為了要 為了要養魚苗 所以才把綠去掉 然後 你現在又把這個水放進來 那不就充滿綠 它不就刮了嗎 所以就是不能開水狀態下 然後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但它就開到了 然後我突然就突然 突然半夜然後突然密我 我想說 欸糟了你們家雨死光了 我就 氣死了 我真的是快氣死了 我差點被當掉 我真的是快 我真的是快被氣死 我真的是快被氣死 我那時候真的快被那個桶園氣死 但後來它被當掉了 所以我沒關係 哈哈 它眼閉了 超雷的好不好 我超傻眼的 那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成績 就是那一缸魚 就是你們組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成績 關係到你能不能及格的那種 非常基礎 這麼基礎的成績 最後怎麼辦 最後就是 助教會看 助教還是會看說 哪個同學的態度比較好 因為我組長 然後我又 我那時候 就是連打石膏 我還是會去刷缸 你知道嗎 就是 我沒有辦法下水池 可是我會 就是我會 一隻腳掛在魚缸上 我可能就是刷比較小的尺 就刷差不多 差不多 0.5 0.5米的那種 尺 那種小尺 白蝦缸之類的 然後可能我就是 站在魚缸外 或者是爬進去之後 然後把瘦上的那隻腳掛在魚缸上 然後繼續刷 這樣 就是 他還是會看態度啦 而且組長本身有加分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報告啊 學期報告 像我們敷完這個魚苗 我們都要做一個報告 然後 就是報告裡面 就要有說 你每天去 用顯微鏡觀察 這個魚苗生長的速度啊 然後 你每天敷什麼 就是敷這個魚苗 你中間餵的所有料 所有耳料啊 然後 還有一些飼料啊 是餵什麼 會提供給他什麼營養啊 然後 實際上你們養的怎麼樣 跟別種比較怎麼樣 然後 還有他成體之後 就是 他從 服軟開始 然後到成體 的 生活史啊 等等的 這些全部都要會 然後 就是有點像一般的presentation 然後 老師也會問你一些問題 對 然後這些通常有 好吧 我只能說有80%到90%都是我做的 所以我 就是 我能說說 他們真的超雷 不是我在講 我是真的遇到雷隊喔 我那時候真的遇到雷隊喔 想像瘋狂超剛 但石膏掛在外面的畫面上 想過我心情嗎 很痛苦欸 對 寫捷報的概念 分組不是自己找組員的嗎 當初是阿 但是因為我們系很多人轉走阿 或者是去留學阿 等等的 然後就變成 到最後還是都被打散了 到最後很多組都是被打散 然後都是臨散的 臭人進來的 當初就是 當初真正跟我同組的 大概只有兩三個吧 然後剩下全部都是 就是隨便湊進來的 你知道嗎 雨走了 曝光不是就不能寫了 對啊 所以我們才差點被當阿 所以後來我是 就是我是去求別組的 就是 就是問說 我可不可以觀察你們組的 這樣 就我們還是要去做這件事情 但我們就是要去觀察別組的羽苗 這樣 除了魚以外 也有想講 我會吃他生物嗎 養蝦喔 養蝦 九孔的話是出公菜才會去用 對你們一定沒有想過 我可以在女生的身上 聽到出公菜這件事情 但是我沒有出公菜這件事情 就是每個禮拜三 都會上那個養殖學實驗 養殖學實驗就是在做 就是在刷缸阿 然後在 反正就做很多事情阿 然後出公菜的話就是 每個禮拜都要派兩個同學出來 每一組要派兩個同學出來出公菜 然後就是處理 除了我們自己組養的缸以外 整個養殖場的事物 然後 就像 像我比較矮 我不會被分配到種魚池 種魚池就是那種 你必須要是160公分以上的人 才可以進去 不然你會先被淹沒的那種 然後 然後那個池裡面養的就是種魚 種魚就是你們 呃 在海裡面可以抓到那種成體的 已經可以孵化新的 小魚的那種 真的很成體很成體的那種 魚 叫做種魚 那種種魚池的大小 差不多就是你們出去看水族館 那種超級無敵大的那種 就是只有一個櫥窗可以看 但其實它超級無敵大 你如果真的要進去 就是平常除非是要刷缸 就是除非是定期換水以外 基本上是進去都要穿那個挖人裝 的那種 然後那個種魚池我就會進不去 所以我這輩子還沒進去刷過的種魚池 就是一個 其實還蠻可惜的啦 因為每個人都進去過一次 但我就是真的太矮 真的太矮的人真的不能進去 然後 然後 對挖人裝養剃頭那種 然後穿挖鞋 然後 之前有一次那個 之前有一次 就是 就是 有魚就被卡住 它好像把那個氣服 它好像把打氣死一搖壞還怎樣的 然後就 就是 目睹了學長穿著挖人裝進去的畫面 跟水族館魚很像 得得得得得得 像那樣子 然後呢 然後我平常去的就是那種 海水觀賞魚啊 然後淡水觀賞魚啊 那種就是 你們平常外面自己家裡人在養那種 小魚缸那種 然後我們是一整間教室 就是一個教室的大小 它裡面充滿了那個魚缸 然後每一缸裡面的魚種 基本上都不太一樣 只會有幾缸是相同的魚種 然後通常都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然後有的是 就是 就是養殖場必須養的魚種 就是客戶要求的 或者是 就是 某些教授啊 某些教授要的魚 或者是 就是 他們自己養殖場幹部在想要養的魚 這樣 它養殖場幹部就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超常聽起來很累 是被養殖場 要挖血下去刷嗎 不是不是不是 平常是放水的時候下去刷啊 因為那個水要換 水都是要定期換的 不然水久了也會激一些髒的東西嘛 就像那個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反正就是一定要定期換水 簡單來說就是要換水 因為你們一般人家裡養魚應該也都是要換水的 想要養的魚怎麼聽起來那麼私事 喔對 這是真的啊 就是像我同學就 我有好幾個朋友都是養殖場幹部 就是在學期間都是養殖場幹部 差不多 大三大四的時候 就是 大三的時候你就可以去說 你想要在養殖場實習 想要在那邊幫忙做事這樣 然後有蚊子 就是 我要去殺蚊子的那種 不要 然後騷擾我的 果理醬走開 啊 氣死我 我先把我紅豆湯關起來 欸過分 打不到 他去哪了 出來喔 出來 生氣 我房間怎麼會有蚊子 我明明就鎖我門了 想怎樣 想怎樣 打架喔 臭蚊子 算了 算了 反正他盯不到我 我 我只是鎖門 能搞定的嗎 我皮操都會注意不讓蟲回進來喔 我不喜歡蠻煙裡有蟲蟲 我很討厭蟲蟲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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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起來有人跟我說 如果 我 直播放 阿拉斯 好像會被板拳 綁掉 我現在可以想起來 討厭欸 怎麼會有蟲 蟲 我真的是弄一隻蟲會忍受不了人 大魚四隻腳都沒什麼好東西 對吧 好 好 好 找到是海事就是毒氧之科 主要是毒輪疾科失散 什麼意思 毒輪疾科不好嗎 到那來很煩耶 我曾經夢到我上班遲到 然後醒來真的遲到 為什麼突然講這個 養殖科感覺比較好玩 養殖科好玩嗎 好啦其實是好玩的啦 說真的 比其他大學 我自己覺得啦 比其其他的科系來講 就是這樣子實做下來 比較能學到一種做事態度 就是你真的要把事情做好 然後真的不要去找藉口啊 什麼的 就是 會矯正很多人的劣根性吧 我覺得我們戲 就是不要當李尤柏的意思 當李尤柏沒有好事 人要誠實 然後不要當李尤柏這樣 我覺得我們戲比較像在做 就是比較像在教一種做事態度 我覺得跟當兵也有點像 那你看看 好好好 快教你一種做事態度吧 像是我們戲就規定 你沒有辦法聽到就是 你應該沒有聽過一間大學 的哪個戲 的那個老師會跟你說不准手插在口袋裡面吧 我們手插在口袋裡面要被罰刷缸的 這樣子 我們是不能這樣走在路上的 這樣子看到老師 然後跟老師說老師好 只要被他看到他這樣子手插口袋 他是會叫你去刷缸的 不行耶 像我們煮之前那個魚羊死掉啦 就是全主要在罰刷缸 就是刷那種超難刷的 天氣冷也不行 就不行啊 就是 就是很多這種 小規矩啊 然後手不能這樣子插腰啊 不能三七步啊 這樣子 這樣子雙手抱胸也不行啊 什麼的 都不行 還蠻多規定的 就是說有點沒禮貌的行為這樣 然後看到老師一定要一定要問號這樣 老師好 這樣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也會被罰刷缸什麼的 大學耶 對啊 通常你進去的話 你會很不習慣 你就會覺得說 天啊 幹嘛管我 他就大學了 是在管怎麼管 不懂耶 通常一般人會有這種想法 但是 人家養殖戲待久 就會覺得 喔 還好啦 就是 這樣也不錯啊 這樣以後出去上班 才不會被人家覺得說 沒禮貌啊 小矛頭啊 這樣 就是後來會發現說 喔 其實這樣子以後出去就業也好啦 要敬禮嗎 他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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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真的會記得嗎 不能打死人嗎 教授會記得啊 而且基本上 基本上 教授會盡量去記得 每一個人 他真的會記得 很可怕耶 還有什麼 就是 喔 我們一進去第一堂課 他就跟我們說 做人要低調 有把這文化帶來TTP嗎 就是 就是 變得比較嚴謹吧 在工作上變得比較嚴謹吧 人家會覺得我很嚴肅 就是我不會去跟 我不會去跟 以前啦 以前比較不敢跟姊姊聊天啊 然後 就是 看到老師通常就是很大聲 老師好啊 然後 就是在工作上都很嚴肅啦 不太敢聊天這樣 養殖系的習慣啦 然後 現在就喔 還好 就會發現每個環境其實 習慣上比較不一樣 老師會說你各位 不 老師不會說你各位 他說的低調是說 他說的低調是說 就是不要在班上就是 想要什麼一直舉手出風頭啊 或者是 反正他就是 不要做一些特例讀行的事情 像你在上課 基本上養殖學實驗 絕對不能拿手機出來 就算你要記筆記 我們有規定 你只能帶小本筆記本加筆 絕對不要帶手機 因為帶手機其實 它也有另外一個用意是 掉到漁港裡面 難過的是你自己 難過的是你自己 所以是不可以帶手機上課的 然後 就是 什麼不要上課專家啊 然後 不要聊天啊 什麼的 基本上就是 不要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 就是乖乖上課 這樣 一般來講筆記也不會用手機 會啊 像是 行事例 像我們排哪一天誰刷缸啊 那個我們都還要再另外教一張紙條 我們都要另外用手寫的 然後給助教這樣 然後我們做的筆記就是像那種什麼 就是像什麼 你要 你要 用幾 幾公克的資料啊 然後哪一天要做什麼事情啊 基本上 這些東西現在都還蠻數位化的 大家都很依賴手機 就是會 可能會打開那個 Google Calendar之類的 但是 就是養殖學實驗這個 這個規矩完全不適用 就算你覺得筆記本會失掉 但就是不會好不好 不會 真的不會失掉 就是乖乖給我用寫的 這樣 你們真的確定不是還吃掉 不是 方箭手機拿出來 不行 可是你是手機到於港了 我跟你們說真的有人iphone掉到漁缸裡面 然後就壞了 因為是海水 那看今天到幾點 今天跟大家關播我 今天應該是到12點多唷 郁翔真的可以嗎 因為那個 因為我是要開到兩個小時 這樣 等一下錯痛點了 什麼手機掉到浴缸 氣死我 海水直接無解 對啊 我們事實上真的還蠻多細塊的地方 刷他們不是都刷在裡面嗎 有水 有啊 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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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魚還在裡面 就是你在刷的時候 如果你腳沒有動的話 你腳稍微沒有動的話 他可能會覺得你 可能是食物 或者是 他不知道你是什麼 他會咬一下試試看哦 魚是沒有手的哦 他會用嘴巴咬咬看哦 像我就站在那邊 我就有曾經站在那邊 然後就有一隻魚 然後就過來 然後就咬了一下我的腳趾 欸 幹嘛 那個 魚都會在下面游哦 是不是在旁邊蹭你了 是不是 跟魚一起打掃家裡 他沒有打掃 他就是很舒服 他就是在那邊游 很開心 吃飯也是我們餵 做什麼都是我們搞定 害我都想要下輩子當鳥魚了 有踢開嗎 沒有 啊我同學啦 超過分我那時候 是被魚咬到 我那次是真的被魚咬到 就是被魚咬到流血這樣 那一次是同學 就是我就已經 就是我們都有跟他講說 這種魚種 就是黑毛比較 容易 容易被嚇到 然後講說不要去弄魚這樣 其實不管什麼魚都一樣 尤其是石斑 我很高興我沒有用到石斑 你知道嗎 我很高興我沒有刷到石斑 這樣我真的超怕超怕 石斑超容易咬人的 你知道被嚇到他他一定咬爆你 而且超可怕 然後 那個魚 就是我同學還這樣子把他整條抓起來 然後那個魚就這樣溜掉 然後我想你不要嚇他 白沫 然後我就在那邊說他剛 氣死我氣死我 然後我就被魚咬了 對石斑也有胸 不穿鞋嗎 進去不能穿鞋啊 當然不能穿鞋 你要用 你要用那個 你要用 你的 腳 抓著那個 要不要用腳底板 抓著那個 菜瓜布這樣滴 吃飯是吃肉的 對啊 我真的很慶幸我們組不是接到石斑缸 不然我一定也會被咬爆 咬回去 不行 都感覺在雷隊喔 欸每一組都會有這種小朋友好不好 趁機暴復人類 你咬回去啊 生魚片欸 不行 在他面前吃魚 嚇一下他 不行 他攀腳的感覺很乾淨 什麼意思 他很不會幫你去腳趾 相信我不會 他 我們刷的那個魚缸 那個魚都這麼大的隻 他怎麼幫你去腳趾 他是直接把你的腳趾咬掉吧 拜託 誰想要啊 很可怕 這魚這麼大一隻欸 拜託 他過去你是不會 是不會留下腳趾的 在他面前變身變成星星 因為他絕對都不要 誰三百一個同學在旁邊 讓他代替你被咬 去腳趾啊 我們不是去腳趾 我們去腳趾 我們去腳趾 就是我以為我沒學到什麼東西 但是不是其實是事實上 學到滿多東西的 好懷念喔 你可以拿大昂堡的熱狗 把牠們移到旁邊 不行 阿攀腳趾頭都還在 是不是都有燒香拜佛 乖乖的就不會被咬 所以同學有被石斑咬過 有啊 你們誰咬我 我等一下就吃誰 好可怕 還好畢業人類 開始懷念了嗎 那是大二的事欸 兩年前了欸 有沒有想 兩年了 大三大四都在讀書啊 就是很一般的讀書這樣 然後一些實驗課啊 像法法現在不是在 法法現在很常在說 他在寫實驗捷報 我就覺得我要不要直接拿我的給他算了 我超常在寫那個東西啊 我跟你們講 以前最高紀錄是一個禮拜寫三份 就是 就是一個禮拜有三堂 三堂實驗課 然後三堂都要寫捷報 那真是地獄 我跟你講 真的是地獄 我已經不知道我的捷報在哪裡了 那法法體驗過程 我真的就不知道我的捷報在不在 我找一下 好懷念喔 捷報這個東西 還在嗎 捷報 我上去哪了 我都不知道 這什麼啊 這個不是真的嗎 捷報 捷報還在嗎 我是不是給學弟的啊 他這麼覺得不好 因為學弟的 製作品 我看到上面有寫ures 好應該是這個吧 感覺就是阿 好重啊 感覺就是這幫 好可怕喔 我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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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耶 欸我都沒有給你們看 想起來這個 我後來就想起來 拿我 為什麼突然不唱 我不知道我直接包還對不對 可能是這個資料夾吧 可能吧 先給你們看這個 斷帶 下面這個斷帶是暫時的 但總之上次結束之後 是快速就完成它了 耶~~ 耶~~ 剛剛阿鑫在的時候 沒有教他看 阿鑫 阿鑫我知道你不在了 當我完成了 阿鑫我知道你不在了 欸下面這個我會換一個斷帶 這個是我家裡剛好有時候就先把它綁上去 但是我想要換深色了 我還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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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會想要做 我還在找 那是怎麼可以這樣做 我還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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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嗎?我有覺得很崇拜我啊 上面這裡還灑了各種顏色的亮粉喔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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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照光才能看得出來 因為他們團體有很多人 耶耶耶耶 背面要做別人的名字嗎? 不是不是 背面要做團帥 不行啦這個 不行啦 我現在做做另外 我覺得我會不行不行 我這樣真推下去真的母湯 雖然我好啦 我現在是真的還蠻喜歡 Takumi的 可是不行我要再堅持一下 這是我神推我一定要先做好不好 Langon我一定要先做 我推他推太久真的 我從produce 101 Japan的第一集開始就很喜歡他 就是一直都很喜歡這個成員 所以就決定做他的演員 像這樣 有沒有結單?沒有沒有結單喔 耶 下一個扇子敵可以開始找了 先不要 不行不行 Takumi也先不要走 不行不行 我先把Langon做到極致的一集好不好 他是我神推 我們要先把神推顧好 你看看我真的喜歡 喜歡喜歡 很美耶 不覺得嗎 等一下記得爬山回去就好 不是吧 那個斷帶太強勢了 我下面 下面這個真的是 就是之前我 那個 畢業的時候 媽媽給我花束上面的斷帶 我現在只是順便綁下去 想說 就是上面要有斷帶比較可愛 但是我之後會換掉 我會換成深藍色的 是因為我現在找不到 就是寶藍色的 因為我現在還找不到合適 所以我就先綁 可是我就是想要做成這種 棒棒糖的感覺 你懂嗎 真的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可愛 那個斷帶真的很浮誇 但是這個拆掉其實也很可愛 我跟你講 他現在是用那個 他現在是用蟬的沉上去 所以我拿下來就可以了 但他拿下來很好看 這樣 拿下來的話就是這樣 他有想到Candy的麥克風架 這很棒嗎 就是自己去買這些配件 然後配上去 就蠻好看的 近看的話就會像這樣子 就是皮卡的 那感覺 就確定不是什麼 變上面魔法棒 不是 不是 こんな感じ 而且這樣剛好是穿 Rangun的英文色 欸 やった やった 好看啊 換自己設計的 對啊我自己設計的 いいえ 可愛いでしょ かわしりれんくん押し 很認真在押し欸 真的超認真的 這種時候就要放一下J01的歌 這種時候就要放一下好不好 好像 放個Shine a light Shine a light 放現場版 昨天才上那個Sounds of Japan 讚啦 喔Sounds of Tokyo嗎 直接把節目名念錯 好可愛喔 不知道為什麼應援全部都是唱歌 背面嗎 同的 I wa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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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e a light Shine a light Shine a light 斑面就很強對吧 Shine a light Shine a light Shine a light You're the only only one 誰可以的你 You're the only one Shine a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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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SHINE shine a light Shine a light 很認真打call欸 ft 隙間 shine a light All parents Shine a light HIKARI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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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I want 要站外快做散散嗎 不要 I want 我剛剛少call一個 I want I want 但是我後面的那個 後面的一段不會扣髒 Shu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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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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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後面要喊那個了我不會喊 完蛋了 I want I want I want 我不會啦 就我自己Kiss 我不會那樣 對不起我沒有背 對 要背那個成人的名字 Shu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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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要喊什麼 我找那個給你們聽 那個 我沒有背 我真的沒有背 認真 Oh Do T F S i want I want I want 少年 psychology,精華 ета- 不錯 學會的 我不會背那個啦 少年 psychology 對了 不會背啊 等等你唸出來 我是看這次�hov啊 再一次 很可怕 少年力 晋智 慶吾 拓弥 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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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